业会引发政坛关注 前明星党主席蔡英文表示 他跟立法院长王清平见面 只是很平常的餐会 没有政治性目的 不需要过分解读 而明星党主席孙真昌对于王蔡慧低调表示 王蔡两人是老朋友 见面是常有的事 不用太惊讶 王蔡慧日前曝光引起政坛侧目 各种揣测纷纷 蔡英文表示总统大选后 他就跟王继平定下餐序时间 只是很平常的餐会 不需要过分政治解读 外界关注王蔡慧 民进党主席苏丹昌是否事前知情 蔡英文没有正面回应 只强调和王清平讨论立法院临时会的相关议题 而上午苏蔡两人原本要共同参加 宜兰罗东圣母医院 六十周年和医疗大楼动土典礼 但蔡英文却临时取消行程 直接到同晚节参观 避开苏蔡同台 对于王蔡慧 苏贞昌低调回应 他们是老朋友 见面也是常有的事 这个不必太惊讶 也不必太过度解读 苏蔡两人都被视为是民进党内 2016总统大选最看好的人选 在民进党现在弱中央 强国会的生态下 立法院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 蔡英文在临时会前 先和王金平讨论议程 也让苏蔡两人的竞争关系 再度受到关注 记者林姓陈信楼 SN小组